不是事情乱 是我乱 你的心态乱 有首歌唱得好 我的心态乱 你总要给自己留些空白嘛 就好了呀 什么叫不乱呢 有条不紊 所以你看我坐在这里呀 我要把这个桌子收拾出来 但是这个桌子上有很多东西啊 有杯子 有Mac 有手机 有纸张 对吧 但是无论有多少东西都不重要 如果我的心不乱就 一个一个收拾啊 我先把这个拿起来 扔到垃圾桶里 先把这个呢 摆放在什么地方 把这个收起来 把这个线拔掉 无论有多少事情都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的心是不乱的 你看一步一步做就好了呀 所以乱的不是事情 而是你看我一上来 哎呀 这么多东西 快能忙 我得快收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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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乱越来越乱 有没有体会到 你看同样是来做这件事情 一个心乱 一个心不乱 差别很大 是不是先入到一个事情里边 然后在这个完事以后再下一个 就是你不要跟事情产生什么关联 跟事情没关 所以你看到这个房间好乱呢 不是房间乱 是我的心觉得房间好乱 如果我的心不觉得房间好乱 再乱又能如何呢 你看当我们在心乱的时候 特别怕什么 不要跟我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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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讲什么都会让我很乱 所以你的心不稳呢 不是事情多 就是我来到这个房间 即使这个房间很乱 但是我的心不乱就无妨 那时候心不乱我怎么收拾啊 你心不乱才能收拾 如果你心乱就收拾不出来了 如果你是乱的 你发现他们都跟着团团转 都是乱套的 如果呢你心不乱 你告诉手干这个 脚干那个 嘴干这个 咬着点 就没有问题 你看道德经讲的非常好啊 众为清根 敬为造军 你看现在用在他身上 是不是就好理解了 你的心一乱 不懂得静下来的时候 就失去主宰了 就是一团乱芒 你看众为清根 敬为造军 哪句话是重点 当你没有那么深入的时候 众为清根是重点 当你在深入一层的时候 敬为造军是重点 因为有敬 你才知道什么是重 如果没有敬 你就不知道什么是重 你看人在生气的时候 发脾气的时候 就要做出很多不理智的行为了 那一刻他知道什么是重吗 不知道 丢掉了呀 没有主宰 哪知道什么是重啊 那么 거죠